就是說像剛剛下拉選單 可能裡面是空白的狀況發生 而且直接點擊就可以了 另外當然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筆劃 比如說你第二個group是什麼 筆劃 由大到小 筆劃 由小到大 有沒有辦法做到 有啊 有沒有 就是排序的時候改一下就OK了嘛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很多變化 那這些範例我想都是比較實務的 一個題目 OK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是繼續再來看那個下一題 那下一題部分的話就是問題16 基本上問題16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裡面負的有沒有全部變成正的話 程式該怎麼寫 那特別注意你在寫程式的時候建議是複製一個 不然的話 為什麼要複製一個因為如果你沒有複製一個的話 我這邊把它做一個複製 然後建立一個副本 放在 之前好了 之前之後都可以 再來做練習 因為 你複製轉正之後有沒有 就回不去了 就變成正了 那你下一次還在練習怎麼辦 就麻煩了 就變成關掉重開了 對不對 所以 複製一個 那我們來做 那這個程式要怎麼樣可以讓他很快的 複製就轉正呢 基本上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想這個部分前面做蠻多的 因為主要就是說我們今天是一個範圍 他的範圍是 檢測向下 到第17列 所以是3到第17列 藍的話呢 檢測向右 是到哪一藍呢 到這個 應該是 A D 應該是30藍 因為30天嘛 所以你可以兩個回圈 一個是列回圈 一個是藍回圈 那 跑完之後他可以把每一個 儲存格全部抓出來 然後判斷一下是不是為負的 負的話就小於0嘛 小於0的話 那怎麼樣呢 把它乘以負1就好了 因為負負得正嘛 對不對 那就全部都變成正數了 這個地方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再來就是說有個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數字 欸 我要把它啟用 啟用 就是輸入一個數字之後的話 那我可以 把裡面比如說3的倍數填一個顏色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白色的字 紅色的底的話 那該怎麼做 欸